在中国两千多年有文字科考历史中出现了许许多多的王朝,在这些王朝中,无论强弱与否,都以其独有的特质,在现代社会中拥有一定的拥促,这其中有以汉唐和明被现在的历史爱好者追捧,但是,在古代历史上就有这么一个朝代,特别的不讨现代人喜欢,那就是辽宋之计的金国,金国是由女真族人建立的政权,这里是史约馆,订阅我,了解更多神秘的历史故事。 女真族分布范围较广,南起鸭绿江,长白山一带,北至黑龙江中游,东抵日本海。 据于咸州东北至树墨江之间,以挥发和流域为中心的称之为回靶,据于松花江以北,宁江州东北,直至黑龙江中下游的称之为生女真,据乌苏里江以东而进东海的称之为东海女真,在女真政权尚未建立的阶段,生活分散的女真族人,纷纷选择向当时统一北方的辽国俯首称臣, 公元1115年,在完颜阿古打的军事征服下,实现了女真族的统一,并且建立了属于女真族自己的政权,号称金国,完颜阿古打也就成为了金太祖。 金国政权刚刚建立,就集结当时中国北方的其他少数民族,展开了对辽国,也就是契丹政权的疯狂反扑,在灭辽的过程中金政权通过和北宋缔结军事盟约,从南北两面对辽国发起猛烈攻击,最后终于推翻了契丹政权,实现了女真族对于中国北方的统一。 当时的北宋政权的决策者脑子可能是被驴踢了,才会答应联合金国,共同对付辽国,在辽国灭亡以后没有多久,金国就以燕云十六周的张觉事件为借口,撕碎了宋金的军事盟约,悍然向北宋发起军事攻击。 最后终于发生了历史有名的靖康支持,经此一役,北宋政权被赶到了南方,偏安易于,中国北方的大部分领土都成为了金国的疆域版图,女真政权的覆灭,当属于后来在蒙古崛起的成吉思汗了,在蒙古铁骑的攻击之下,金政权彻底走向覆灭,但是,这并不代表着女真族彻底地退出了中国的历史舞台,几百年后的明朝,建州卫,建州左卫,建州右卫, 这三个由女真人建立的政权,在明朝统治下形成一个强大的部落,万历十七年,明廷授予当时的建州卫首领都督迁事。 寻生左都督,后加兽龙虎将军,这个人的名字是努尔哈茨,后来妙号清太祖,古人云,得道多助,师道寡助。 寡助之志,亲戚叛之。 多助之志,天下顺之,一昧地使用武力并不能征服人心,所以古人治国崇尚宽厚人政,顺应民心,并谴责杀戮过多,终会招来报应。 宋亲宗靖康年间,北宋王朝被南下的金国女真人一网打尽,公元一千一百二十七年, 金国的女真人,攻破北宋首都汴京,俘虏宋徽宗与宋亲宗父子,妃嫔,公主,宫女以及北宋诸王,满朝文武,以及大臣妻女,共三千多人。 史称靖康之难,如果说靖康之难时,女真人表现得有多威风,那么到了一百多年后,金国灭亡时,女真人就多惨, 在金太宗完颜无奇买面前,宋朝的两位皇帝,朱王与众多妃嫔女眷,无论男女老幼,全部脱去上衣,赤裸身体,披上羊皮,跪在冰天雪地里,形式屈辱的千羊里,宋徽宗,宋亲宗被押送到寒冷的黑龙江,父子两人最后都相继死在那里,众多的贵族女眷,则沦为金国娼妓,至死也没能回到中原故土一部,十人九娼,明洁济丧, 如宋徽宗的曹贵人,在入侧小姐时,被金国人一拥而上玷污,而宋亲宗的朱皇后,因为出身书香门帝,性格刚烈,在途中受辱自尽而死,靖康之难中,北宋的皇族与满朝文武,几乎被一网打尽,而繁华的汴京,也被金国女真人喜结一空,复之一具,只有宋徽宗第九个儿子,康王赵构,逃到南方立足,建立了偏安半壁的南宋王朝, 可是,南宋王朝自始至终,都没能再恢复中原故土,而南宋的帝王们,也大多满足于现状,忘记了靖康之难的屈辱,相比之下,一直占据着东北与华北平原的金国武力昌盛,先后逼迫南宋王朝签订了屈辱的天眷合议。 绍兴合议,龙兴合议,家定合议,风头一时无二,不过,到了一百多年之后,金国也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败,同样也遭到了亡国的命运,比当年的靖康之难还要惨失倍更多。 进入十三世纪以后,金国北方的敌人蒙古人突然崛起,对金国形成了巨大的威胁,在金国过去非常强大的时候,曾经多次派兵渗入蒙古高原,屠杀蒙古牧民和壮丁,凡是身体高过蒙古车伦的人都要遭到金兵杀戮,史称车伦战,至此,蒙古族上至各部落首领。 夏至普通牧民都对金国女真人怀有切齿之恨,金国人无论如何也想不到,这些落后的蒙古部落就像野草野火烧不尽,春风吹又生,一旦他们凝聚起来,就是星火燎原之势,最后变成了金国人的催命符。 公元1206年,蒙古族起研部的首领铁木真统一蒙古高原,建立了历史上的蒙古帝国,蒙古帝国位于金国的西北面,有席卷天下,并吞中原的野心,为了报复金国人,害死铁木真父亲,使用车轮斩,屠杀蒙古壮丁的薪仇旧恨,成吉思汗发动了针对金国的频繁入侵。 并在公元1214年的野狐岭之战中,歼灭金国主力40万大军,此后,金国的北面将欲日渐为米,渐渐无法再抵挡蒙古军团的猛烈攻势,懦弱无能的金宣宗完颜巡不得不放弃中都,把首都迁到了河南开封,并把齐国公主完颜氏送给成吉思汗当妾,逃到河南以后,金国的国势更加虚弱,金宣宗完颜巡无力改变混乱局面,竟然沉溺酒色,幽聚而死。 公元1224年,新的统治者金埃宗完颜首续在河南开封继位,他会使金国振作起来吗?此时的金国已经是千疮百孔。 内忧外患,早已不是一百多年前那个女真不满万,满万不可敌的大金国了,金埃宗的皇位还没有做热乎,蒙古骑兵的铁蹄就踏进河南境内了。 金埃宗虽然有心振作金国的国势,可金时非同往日,大势已去,鉴于金国的主力军队已经消亡殆尽,而河北、山西等地已落入蒙古手中,他也无力改变金国的颓势。 蒙古灭掉西夏以后,金国失去了重要的盟友,只能独自对抗蒙古,接连丢失开封,商丘等地,最后只能归缩到河南蔡州一带,苟延残喘。 金埃宗准备做最后的困兽之斗,从1232年开始,金埃宗带着部分女眷从开封逃到商丘,然后又从商丘逃到蔡州,这一路上颠沛流离,实不果腹,可是一想到蒙古军队的追杀,他就恨不得自己多长两条腿,蒙古军队所过之处,如果遇到强烈的抵抗,就会进行屠城报复。 无论是南下灭金,还是征服中亚各国,蒙古人都会用这种手段震慑敌人,城内的男丁要么死于战乱,要么就沦为蒙古军的奴隶,而年轻的女人们则被蒙古人掳走了。 他们所过之处,只有残垣断壁和文明的毁灭。 在蒙古军队围攻开封期间,城内粮食耗尽,此时堆积如山,达官显贵们抱着搜刮来的金银珠宝,活活饿死在府中,寻常百姓家为了生活,就杀死妻女烹煮为食。 那些平时锦衣玉时惯了的贵族们下不了手,只能挖树皮,拆衣服,扣和泥来煮食,可即便如此,金国人还是没有守住开封。 在金国灭亡的前一年,镇守开封的大将背叛了金埃宗,他把留在开封城内的金国后宫嘉丽打包,一起送给了蒙古人。 金国大将崔丽为了讨好蒙古人,把皇宫洗劫一空,将金国的太后,妃嫔,公主,宫女一起装了三十多辆马车送到城外,交给蒙古人蹂躏,向极了当年的靖康之难。 此时,身处蔡州的金埃宗同样也孤立无援,此时城内仅剩下数千名残兵败将, 可跑又跑不出去,从公元1234年正月开始,蒙古军队与南宋军队主力相继到达,开始围攻蔡州城。 联军把这座小小的城池围得像铁桶一样水泄不通,金埃宗咬着牙,勉强抵抗了三个多月,最后觉得大势已去,他满脸羞愧地说, 我要是当了王国的君主,实在没有脸面去地下见太祖,太宗了。 在传位给大将完颜成林后,他在城内恣意而死,等到蔡州城破之后,金埃宗的尸首被蒙古人与宋军剁成碎片,成为士兵用来争弓的战利铁。 而金国的末代皇帝完颜成林则在战斗中阵亡,身中数十刀。 蒙古军队涌入蔡州后,对仅存的金国人还进行了屠城,兵部封刀,将部结甲,曾经赫赫有名的完颜家族几乎全部被屠杀,只有一小部分得以逃出生天,从此隐姓埋名。 此时距离靖康之难才仅仅过去了107年的时间而已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